欢迎来到股仓 一个分享投资知识成长的地方 上个礼拜跟大家大概分享了我们频道的时间存股账户 刚好依照的策略一年半左右完成1000万的投入 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 那接下来一样会每个月再投入10到30万左右的资金 继续来做长期复利效应的频道时间账户 来跟大家分享 那很巧的刚好也因为NVIDIA的财报大好 台积电直接拉高的指数突破了16000 指数突破了这波循环周期半的位置 也就是一年半均线左右 那在上周固定定期定额在指数050的部位是获利5%左右 那整体账户是13% 大概是赚了130万 那持续的完成打赢大盘的目标 这就是主动选股的目的 激情过后这礼拜大盘比较震荡了 整体大盘先低后高 大概维持在跟上周差不多的位置 那050一样是维持在5%左右的报酬率 不过呢这个时间账户整体资产是持续上涨的 获利比上周多了十几万到了150万左右 那另外股息也大多都公布了 这个账户中股息结算一下会0到80万左右 含全息的殖利率有8% 这就是我们所希望打败大盘的总报酬率 并且能提供一个还算不错的殖利率组合 提供一个长期成长的被动收入来源 那上周只有大概提一下账户总报酬率的状况 这一半就完整的整理了一下 跟大家分享这个存股账户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方式 以及后续我会再关注什么样的股票 哪些股票会先做调节 那其实在这个频道开了两年多以来 在去年空头回档的时候 就会收到很多留言询问 这时候还能买股票吗?之类的问题 那在今年则是反过来 因为买的股票都是一直在上涨 所以就反而会是问现在的股票一直在上涨 那还能买吗? 从这就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 其实不管再多投空投 心魔才是投资最困难的事情 如果没有一套策略进行 将够多的资金投入到市场上累积部位 那其实就算是买到上涨的股票 最后的绝对报酬金额也不会太多 不够建立起来足够的被动收入 那今天的影片就以这个频道实验账户 来分享一下像我们一般散户投资人 怎么来做投资存股升率会比较高 更容易的从股票市场中赚到钱的方式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一样的先来一分钟的工商时间 我与团队历时好几个月不断的开会讨论 专门为存股族设计的APP 终于开发完成了 在双平台都已经开放免费下载使用 那另外也提供想更深入学习存股的专业版订阅 三月以上加就已经有超过上百名网友来加入我们的专业版 如果你也是一个希望透过长期投资存好公司 好股票 不是短进杀进杀出这么辛苦的投资人 那这个APP就非常适合你 陈思维透过高倍齐高风险报酬比和低波动度的三大策略 去筛选出台股最强的20档股票 并且以过去五年的市场估值 计算出目前股价算是昂贵价还是合理价便宜价 那更重要的是在专业版用户才有的 专属更详细的一件股坚然追踪 以及获利的预估 可以非常清楚地掌握投资的节奏 股价与基本面是狗与主人的关系 当你知道未来的基本面发展 那现在当下的投资决策就会变得很简单了 每个月有第一手金融股的月报市场资讯 和存股的新法分享 目前月订阅的优惠价还在进行中 每个月只要少少的金额 就可以让你的存股投资事半功倍 存对的股票少走歪路 这个价格绝对是非常划算的 如果你有想更深入地掌握公司基本面的脉动 也更有系统性地学习存股的方法 那赶快把握这次优惠月订月制的机会加入我们吧 会员还有专属聊天室 可以每天在这互动讨论交换讯息 存股的路上一起走会走更远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说明栏连结去看看吧 一定用这个连结来订阅 会比在APP中少被平台抽一手哦 回到今天的主题 今天要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这个实验账户的资产配置 在去年初股市万八高点的时候 碰到股市进入空头的回档 那时我们就说要用1000万来做个存股配置的实验 分享一个不管股市跌到多深 对一般来说都能比较舒服度过空头循环的方式 那从过去历史上 多头时间永远都是比空头多 以过去的统计 大多的空头循环都大概会在一年半内走完 指数大概就回到原来一半的位置了 所以只要把资金分为18分去投入 我们先复习一下之前影片所分享的 一个度过空头循环很好的策略 就是将你预计要投资的资金分为18分 那每个月分别投入进去市场 以过往历史经验统计 通常一个空头循环会在18个月内结束 并且这样的分批投入市场 指数只要涨回来原来最高与最低一点一半的位置 那你就会开始赚钱了 简单的数学计算就可以告诉我们 就像之前影片中更详细的介绍 今天就不太细聊了 那对一般人来说 比较难的是判断目前是处在空头还是多头环境下呢 我们通常会是用季线来作为参考 当指数长黑的灌破季线 心里就会知道 有可能后面开始就是转入空头循环 那从低一点向上长红突破季线 就可以比较乐观的是认定进入多头的走势 如果定期定额分18份 有时候循环没有走这么久 就已经开始突破季线转回多头了 那就加速把资金直接分3到6个月投进去就可以 那反过来也是 我们这时候就要来开始注意分批的卖出手中的股票 至于要怎么选怎么卖 之后再详细聊一下这个部分 总是定期定额或定期不定额是一般投资人最容易克服稀膜的策略 不用去在意进入空头后未来会跌到多深 也不用担心目前股市是不是高档了 因为没有人能猜到绝对高点与低点 否则你就直接杠杆开到最大all in就好了 但现实上的操作是不会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分批有机率的投入资金到市场上 并且心里有个天平 知道目前是处在空头还是多头的趋势 多头的环境下就可以更勇敢的放大投入资金 那空头的环境下资金要分的够多分 战性要拉长不要定卯在之前的股价 认为经典人很多可以all in了 你很难去猜到最低点会在哪里 但是用时间去分散消化空头的压力 这样对一般的人来说是会比较舒服的 像去年一整年就是看到股价低点还有更低点 如果你看新闻在说 才今年破600块就可以开始毕业买了 接着就一直唤听到破500块就毕业买了 结果又破了400块 最低点到了370块左右 如果你在一开始就觉得机会难得 赶快大笔资金去买了 虽然最后可能放的够久还是会涨回来 但是你过程中会吃掉了40%的资产下跌 还有看到更便宜的股价却没有钱去买的痛苦 这对一般投资来说其实应该会压力相当大 所以分散资金不去拆最低点取得平均价位 等确认已经转为多头行情再加速资金投入 这会是心理层面比较舒服的做法 那在股票到了昂贵价要获利卖出的时候也是一样 分批的去调节卖出 一般当股价到了昂贵价 我大概会分个3批慢慢除掉 要在个股操作的部分再详细的分享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账户的资产配置 这个存股实验账户的部位组成 指数占14% 存股14% 引建股29% 高风险报酬比股票占40% 基本上手买的股票 就是我们过去分享的那些股票所组成的 接着会再详细的来分享每一类族群 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与目的 对不同阶段的投资人该怎么选择怎么配置 是挺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目前大概账户总共的股票有30档 有点像是一个自主的ETF 那在指数的部分 目前是14% 指数的部位 我基本上会建议每个人都要有配置 这是最稳最安全的配置了 最好也不要只持有台湾的指数 每股的前500大指数有S&P500 算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时间拉长 几乎所有的主动型基金都输给了S&P500 那我不知道在观看频道的朋友 有多少人有在投资美股 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留言说一下 我们之后也来分享一些美股投资的资讯 那我大概一半的部位是放在美股上的 美股中有更多世界级全球化的公司 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的 这持有起来更安稳 那在指数的部位配置上 我的建议是依照年龄的不同 可以分配不同比例的指数部位 像我目前总资产的指数部位 大概是会配在25%左右 就是一个非常固定定期定额的投入 不太用特别做什么动作 那这个账户指数部位我只有空在15%左右 因为主要的是买入频道分享的标的 所以其他个股的配比会更重一点 那主动选股的目的就是打败大盘 所以也维持有一个同时建立的 050定期定额的部位 来作为账户绩效的对照参考 那在持有比例最高的就是风险报酬比的股票 风险报酬比就是将区间的总报酬率去除上波动率 再来做排序 表示在貌一样的风险下可以获得最多的报酬率 那我在筛选这类股票的时候还会加入一个条件 就是连续20年都有配期 并且平均填期时间会小于一年 有多了这一道筛选 那多半选出来公司都会是长期非常机忧稳定的企业 才能有这么长期稳定的配期填期能力 这样带来的高报酬率才是真的 我们才有信心可以作为长期存股的标的 那这是一个算攻守俱佳的选股策略 之前我都是用手动去下载资料 用一sell去计算出台股1000多档股票再去挑选 但现在直接把选股逻辑写入在APP 我现在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值得研究的股票池 并且还能自动及时的更新带出目前的价值区间 我自己也改用这套工具去选股 省了很多次效率也更好了 那这类股票的特色就是拉长时间来看 股价波动都不会太大 但是却能相对得到一个很好的报酬率 是CP值很高的一类族群 所以是我们APP中最主要的一个选股策略 在这段期间风险报酬比的族群报酬率是16.3% 比起大盘的表现好很多 像中飞、顿洋科、信邦、普莱德、崇岳 台积电、连华电、连华石都是属于这类的族群 每一只持有股票都有详细分享公司营运的状况 即时的财报资讯也都会以文章的方式定期的再更新 有兴趣的可以在一一深入的区研究 有个工具在花点功夫去了解公司 让会更增加信心 这样的存股才会踏实存的更长久 逃脱总是看股票涨跌来认定公司好坏的投资方式 这样其实存股起来总是信心很不稳定 那这一类的股票 因为我筛权的逻辑中含有长期连续配期填期 所以通常你都伴随很好的质疑率 所以整个账号的总质疑率才会高达8% 那除了资本利得外 也有很好的配期率 如果仍然是每个月有收入现金流的人 我是建议可以把这样的部位比例拉得比较高 可以得到长期更好的总资产回报 期间也拿到不错的质疑率 目前市场转回多头 我陆续会再更多的分享这类族群的股票出来 那再来是银剑股的部分 占了总部位的29% 频道的观众应该就很清楚了 银剑股一直都是我们频道分享的主力标的之一 那我大概控制在最多占总资产30%左右 虽然银剑股是一类非常好掌握获利 并且报酬率之旅也经常非常高的族群 像目前账户 银剑股报酬率是22.7% 是这个账户分类中报酬率最高的 但是银剑股毕竟还是单一族群 如果比例太高 有防止系统性利空发生的时候 资产的动荡会比较剧烈 那其银剑股也经常会是APP风险报酬率 和值率率的20大名单重叠到 只是因为持有的比例相对高 所以我独立分类成一个族群 比较好管理账户的风险 那银剑股呢 就是像过去一篇介绍的 存货和合约复债 大致上就可以掌握了公司运营的趋势 那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建案销售和完工的时间 就可以很明确的推估出获利的状况 这个我们会在APP的专闻文章中 持续的追踪更新 可以非常好的掌握了 公司业绩未来3到5年的卖动 依然会是我们持续挖掘的重点 像上周分享的长虹 近期就是持续的在买入中 有什么新的投入标的 会在频道再跟大家分享 那在金融股的部分 报酬率是8.1% 这部分应该会再更高 因为之前已经有实现部分的获利 所以帐上的玉山金和金城银 都是比较新买入的 在之前我们就有分享 因为到了升息的尾端了 所以会把去年到今年初 主力持有收费升息比较多的 像合固金地金和台中银 转到了债券部位比较高的银行 像玉山金和金城银 因为今年依然是维持高率的环境 所以银行的利差收入表现还是会很好 但是多了一个升息走到了尽头 开始有降息的预期 那债券在今年价格持续的在上涨 在持有债券投资部位高的银行 就会多了一个这个加分项 所以有获利了结了部分的 第一金和固金和台中银 不过这个转换我觉得在操作上还太快转了 后来第一金和固金都还有在网上拉一波 这是比较可惜的 不过投资就是这样 有了个想法就会去做对应的操作 但是有时候时机点不一定跟你想的一样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操作都要尽量的是分批动作 不要一次的all in all out 像我原来的金融股也不是全部清空 转换的时候也是分批慢慢卖 还是保留一半的部位 那金融股的部位呢 就是比较定位在跟指数差不多的意思 是一个比较相对稳健成长的标的 这两年因为利率变化太大 金融股的股价震荡非常大 不然其实金融股过去波动 也算是很小的一个族群 那配息的话大多都是长期落在4-5%左右 在投资组合中扮演的就是 相对稳定提供被动收入的角色 如果追求稳定也懒得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其他股票 因为像是一键股跟高峰引爆筹比的股票 都还是需要花时间去认识公司研究公司追踪 金融股相对就会比较轻松 影响比较大是整体总经的利益环境 经常在新闻上生活上都更容易感受到 就是要知道金融股主要分为三大类 链行保险和证券 这三类金融股赚钱的方式和影响他们获利的原因都不同 我们就投资顺丰的族群就对了 那之前影片中也都有详细介绍过分享各类的金融股 今天录到这边发现时间已经过长了 那下期我们再继续分享一些风险管理的方式 和股票要进出场的判断依据 今天就先聊到这咯 那这些分析纯属更对各文旧笔记分享 并不是任何投资建议 买卖前还是要深入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度 经过思考判断后再决定买卖策略哦 那觉得今天这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订阅留言加点赞 这些小小的支持动作都会让我更有动力 持续推出更多的内容 那有什么想知道股票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安排多多人想知道股票 优先做分析 那今天就到这咯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